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集很新鮮 放馬過來突然間 又不見了賢仔 又不見了巴黎 結果後備衣補出上陣 戴上頭罩 我借這個機會 我真的很久沒見過東輝 大家可以聚客說 認識了很多年 我和阿芷見 不要說很多年 不要說你老 當然了 雖然說後備衣補 升級瓶馬人子見 很久沒見了 東輝興 馬祥致典 繼續和大家再三回顧當年 實在欲罷不能 因為太多迴響的反應 一直都想知道很多關於 以往馬圈的事情 其實講這個話題 其實做很多集都可以 因為香港蔡馬的歷史實在很長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現在有沒有什麼人知道當年的歷史 除了東輝 我想都很難找到別人 我也想過 因為 葉遇時代47年到現在 75年 你每年選兩件事都150件 是啊 你真的拍三十集都可以 是 不要說三集 沒錯 每年選兩樣大事 都150件 所以話題是多的 永遠都說不完 因為始終以前的資訊沒那麼發達 沒錯 有些事你不說 根本不適合 還有 有時可能你經歷過 但是你已經忘記了 近一二十年 因為電腦發達 所以大家一按 你知道我知道 但是以前 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七八 沒有電腦的時候 人手寫的 你 沒有了就沒有了 我之前看你們那兩集 因為他的相片 是你才有的 你就算 有資料 但是那些相片 基本上是只有你才有的 那些相片 真的很珍貴 那些相片 不要說電腦 電視都沒有 搞了幾分鐘 沒錯 有些是真是 儲存在我自己的檔案裏面 五六十年 現在又拿出來 講正題之前 我們先交代一下 我們要講的東西 之前有兩集 之前那兩集 就是阿平哥上來 是的 抽了很多 問問題 網友 那些獎品就已經送出來了 哦 應該是收到的 如果收不到 就告訴我們 留在那裏 再補機 我只見你 其實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是 放馬過來 都做了二十多集 是 但是你一直都沒有時間上來 你忙什麼呢 那 你知道勁馬 都多事要搞的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給一些 我知道他忙什麼 忙什麼 雖然我沒有見他 打Golf 不是 不是 那 你們做得好 那 無謂 我們這些 班門弄虎 是不是 這些要退下來 千萬不要不說 我認識阿子健的時候 我三十多歲 現在七字 現在都是四十多歲 阿子健當時是新進一代的平馬人 是 二十歲未舊 二十歲未舊 真的很久 最好是香港前列最年輕的主編 是 我們講了一輪客氣說話 那講到忙 講到忙 其實這個星期 馬一圈都真的很忙 接下來就是魔鬼賽程 有馬力報紙的 排位版 都知道連續七天出版 沒錯 分別就是明晚 谷草、夜馬的賽亞版 由於下星期一的沙田寶賽關係 未來星期四、星期五 排位版 很多人都不知道 寶賽 因為突然間有個洞 會跑去星期四、星期六、星期一 所以 真是很厲害 接著有漁洋馬 是呀 漁洋馬其實都是無端端加內的 是呀 就是七月二日的德國打比 和其他人打比 是呀 說回星期四的排位版 就是星期六回歸日的排位版 星期五的排位版 就是下週一沙田八場夜馬的寶賽排位版 沒錯 跑完 星期六、星期一 加上星期二的預言賽 接下來那個星期二 又是下星期四的谷草夜馬的排位版 是呀 所以連續七天出版 是 你說 彈藥少一點都頭痕 當然啦 彈藥少一點都簡直是 沒得搞 沒得搞啊 那有沒有扶手棍 扶手棍 是呀 那判頓有沒有機會做扶手棍 現在又說 去到 破紀錄了 邊緣 差十場而已 以我個人見解 有兩年一期 最近應該是很有鬥志 一個判頓 不用說了 你看到他最近這兩期 好像特別是 好像欲緊 剛剛明明有五輪 對 又贏了幾輪 沒有人跟他爭 他破什麼都可以 幾乎所有的好馬都集中 給他騎 最初說怕破不了 有一陣子說 好像說 敏敏地 敏敏地 又贏了幾輪 又贏了幾輪 以往都沒有什麼功鬥 突然一立 給他立上手 那就可以了 也賽 七身馬 那是那些 驕陽明驅 那些 那些 是 easy win 一時代不同了 以前的無敵最寂寞 現在 我看是無敵最快樂 沒有人跟他爭 沒錯 其實這也是現象 其實這麼多年 香港馬圈都是 一兩個騎士獨大 這些現象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改變 我寫過 由業餘時代開始 到現在 都是一人獨大或者雙鴻折扣 一向都是 所以 其實沒得說了 香港馬圈 始終 你說競爭激烈 但是 始終 一兩個前列騎士 莫雷拉 潘頓 柏寶 偉達 姆加里 告東尼 馬街善 根本上來去都是這一堆 以前 郭子柔 郭子柔 鄭蒂詞 全部都是獨大 鄭阿泉 七屆冠軍 郭子柔 十三屆冠軍 他們一個人獨大 是的 講開 最近黃昏馬 你們覺得怎樣 黃昏馬好像說 頭鑽額又不一樣的 有數字的 數字是從來不騙人的 是的 真是的 上季 不是黃昏馬的時候 同日 6月5日上季 有14億多 接近15億 但今季由6月4日開始跑黃昏馬之後 第一日已經跌了3.1% 連續三次賽事的黃昏馬頭鑽額 都比上季 同期的賽事 都是下跌 但數字很少 其實下跌 3.1%到5.9% 不等 但你十多億跌 35% 很厲害 你說的數字很大 35萬 沒有什麼影響 上一次的跌幅多大 只有12億8千萬 我剛剛想說 但最奇怪 剛剛那次的 禮拜日的黃昏賽 比對上季同期的日馬 上季同期的日馬 是15.51億 但剛剛那期禮拜日的黃昏馬 只有12.72億 跌了17.9% 為什麼呢 可能是否要時間撩嵌 你覺得一定會撩嵌 撩嵌了幾期 我就覺得 他的時間好像不湯不水 四點鐘開跑 你四點鐘開跑 九點鐘完結 跑完出來吃飯 沒有了 現在香港好像流行十點鐘關門 由疫情開始 還有 上一次編排的時候 是父親節 很多 馬迷馬主 之前 都不進去 上一次 對上一次 你馬會編排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 你找一日父親節 來做黃昏馬 子女訂了桌子 老爸入馬場 還是去 酒家 你要跟市民 或者馬迷想一下 如果跑以往日馬就無所謂了 日頭飛沙走上 砍夜一輪 晚上就去吃飯 最初的時候 九十年代 試過黃昏馬 因為當時的資訊科技 沒有那麼發達 他跑步馬拍攝 因為要遷就新聞 現在說 你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跑馬馬會自己都可以拍攝 但是 你的時間 如果三殺 都是很論盡 要想一下 要先想一下 就是要搭住了晚飯的時間 例如你說 要是好像 夜馬 你晚一點點開 五點多 或者六點 跑到十點 好像 接近夜馬 可能那些人會習慣一點 你現在半燈坑 四點 吃下午 又沒有理由 等到三、四點才吃 你現在是早點吃 他會圓棚的 那些member 或者是馬主 他就有飯吃 他在一個餐廳 普羅大眾 當然 他吃不到飯 跑完馬就沒有飯吃 這件事要想一下 和你所說 家庭落的時間 剛剛卡住 尾那兩場 還要父親節那天跑 是 做父親那個最淒涼 你又不是很父親 父親才不記得 我是好爸爸 我不是因為忘了父親節 其實有些人說是因為跑完五、二十時谷 可能輸得七七八八 到星期就敏敏地 上季都是跑一、二十時谷 又不見上季 好像不合理 不合邏輯 我自己有一點見解 為甚麼呢 因為那天有三隻馬 永遠美麗 嬌陽明驅 智勝者強 熱到 你卻買不下手 沒得買的 你買其他 你會輸 他卻買不下手 過三關 Win三千一十 過三關就沒用了 過三關是十幾十幾十幾 那三場引不起投注人的興趣 那投注人就掉了 你真是頓哥搞隻 那你真是過三關 馬最怕是一年左右 要不就爆大冷 要不就熱到十六元 馬迷是最怕 所以有朋友跟我說 以前不喜歡莫雷拉 又是一整天贏熱門 最近這兩三期 又說潘頓沒得搞的 買他又不是 不買他又不是 不買他又被殺 買他好像金池一樣 糟糟糕 所以可能這樣 有些馬迷想馬尾找莫雷拉回來 大家有得困 你始終一個人獨大 不斷拉著馬來跑 你 總之很麻煩 我自己覺得很麻煩 我看了這麼多年馬 從業餘時代的初期 到現在 都是獨大 但是那個 一面倒的傾斜 是以現在最重要 因為他真的是 潘頓一的人 一枝獨壽 其他那些是沒得爭的 有些 淒涼到 是一日一隻馬都沒得騎 他是可以一場馬裡面選擇 你說那個傾斜道 是不是 完全 離譜 現在 去到美場 很多人都要 打算靠美場來翻身 又弄一隻十幾的 都沒得搞的 但是美場 那件事 大家怎麼看呢 或者 潮州精神 跟實力派 兩隻 困一下 你怎麼看呢 很多人都說不抵 應該要告 但是又告都不告 我看 那場馬呢 是 五波 五波 就是 看看你在哪個角度看 我就看 反而我覺得 那天 罰這個 忘記過榜 一萬元是不公道的 是的 不是 騎士不公道 是對馬迷不公道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加州小紙 就是同一情況 取消資格 當時買了加州小紙的馬迷 是不是很不抵 你 沒有了 現在他的騎士算數 罰一萬元算數 是 那你大家同一件事 但是你的罰則完全不同 所以現在馬迷 有些反感就是這樣 你要 一時同人才行 是的 所以很多馬迷 都覺得 這件事 只是 言順了 然後 一會幾分鐘 罰一萬元 加州小紙 取消資格 當時買了加州小紙的 很不抵 沒有了 輸了 當輸了 取消了 除了艾濤娜之外 巴道也是 又忘記複榜 超榜 超榜 就是超榜 他公佈排位的時候 沒有說超榜 就是說 跑完才超榜 其實這樣也是不公道的 那個還在罰五千人 是不是 那些都是不公道的 複榜和不夠榜 有兩件事 沒有複榜 又另一件事 沒有複榜嚴重很多 這是騎士的責任 是不是 你有什麼理由複榜都不記得 你騎士是專業 你連複榜都可以不記得 那你 就是雲柔 很多朋友都說黃昏馬 真是麻煩的 不是很喜歡黃昏馬 時間三殺 看看之後又如何 靠了一輪 我想會有人檢討 是 馬會又很難 因為現在天氣實在太熱 是 你看到現在好像五六月一樣 嘩 都很熱到 天氣好像跟你玩一樣 你過了黃昏馬 他又不熱 不及下大雨 是呀 但如果你平時 好像以往那樣跑日馬 十二點多一點 曬到 你講也有些道理 可以退後一個小時 是呀 看看將來馬會 拍攝他們怎樣想 是呀 即是不要那麼巧合 或者提早一個小時 你給人家吃 還可以的 飽完之後走出來 沒有習慣吃 其實跑三點 收八點 八點都不是很晚 九點 你八點還有習慣吃 走出去 三點鐘 你避開了正午 那個最熱的時間 那就變了好一點 還有吃完午餐 沒多久 馬會這些事情都要考慮一下 其實馬會都會問一下 騎煉的意見 因為我記得我年輕人賭馬 有個練馬師 牆壁掛什麼牌 好像馬會都要問他 那個叫做老摩 其實是不是有什麼事 老摩當時 是 帶來香港的情況 令到香港整個賽馬不同了 老摩不只要問他 曾經有一件事 是 董事局言訊 是 老摩夠膽說 你問一下馬 真事來的 把報紙現在我留起 因為 你這些話不能亂說 除了老摩這樣說 你現在就算 今天的所有練馬師 你怎麽敢跟董事說 對的 當然 潘頓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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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為何 潘頓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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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為何 我都不知為何 潘頓敢 潘頓敢 他兒子大摩 練勁而已 騎不勁 待會我再說一說 大摩為何他騎得不太好 身形好像阿馬和力 當年原來不是老摩來香港 是大摩來香港才來騎馬 我帶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很經典的 大家一起看看這張照片 如何經典 這張照片是大摩退休後 接受傳聞訪問 半個世紀 吃點心 各樣 原來N年前 他初來香港報道時 好像聽過很多個妹妹 很年輕 這張照片也是經典的 兩大賽馬世家 老摩帶著兩個兒子 大摩和細摩 隔壁那個 是閃馬田 法國多屆冠軍 他的兒子是閃毅力 閃馬田是很厲害的 現在兩大賽馬世家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大摩是零零麗麗高了 對啊 他好像是一米八的 是 以這樣的身材 上一集 你們請教平叔 平叔講了那個蒲樹話 是 蒲樹話是趴下的 是 你大摩那麼高的身形 怎樣趴下 無法趴下 他無法指 騎得好 因為那個 先天性的局限 是 所以他就很快進入了老摩馬房 他不是做副練 他叫做馬房助理他的職位 由這樣開始一直到後來 他們摩家軍或者是摩士兵團 紅霸香港 這張相片是很經典的 在我的檔案裏面 五十多年了 大摩初初來到香港 當時他十九歲 他人生路不熟 在馬場各個都不懂 由國子游站在中間一個 就介紹他認識 逐個介紹他認識當時香港的騎練 跟他握手的米曲凡尼 是的 你都很厲害 眼好離 那個叫做米曲凡尼 又叫做米圖衛尼 當時都是很出名的練馬車 他是黑夜飛車 三點鐘操完馬 即是偷跳下來的 當時沒有規定的 是 馬場未開燈他跳完 所以當時的報紙 他的馬是一片空白的 沒有神操 原來他跳了 因為那個人都未去到 他跳完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跑得很大的 從小到大 那時他還未搬去沙田 那時還在山江道 馬路走下來 那時我已經不時也有聽到很多人說 未開燈就跳了 跳過誰 沒開燈就跳了 當然我未經歷過 我經歷過那時只是走馬橋 由山江道拉馬下來 當時跑馬地只有幾個馬房 很快就已經操完 那時是搬遷的時候 搬遷之前 有一批去了沙田 有一批還留在跑馬地 他是分批搬去的 最初的時候全部都在山江道 那時馬又沒有那麼多 早上三四點開始就 有些人站在那裡看馬 我都試過 因為我不認識 那時很小 我都試過 特地去看那些落馬 回上來 因為馬那時都未見過這麼大隻 我那時很小 只有幾歲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已經高過我 那時十幾 已經差不多二十 這張照片 就是大摩來香港第一次跑馬 當時他有五隻坐騎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老前輩 關照他 他不是說 戰戰兢兢他怕 他是事後說 喂 香港的馬場太小 馬發揮不到騎士發揮不到 那我感覺 真是將門之後 即是他講話不同 他不是說什麼 他說馬場太小 即是跑馬地馬場 即是這麼說 因為他們跑慣澳洲的大馬場 你一來到跑馬地 他就覺得馬場太小 這張報紙的展報 我亦是留了五十多年 那時叫尊摩雅 那些傳媒工作 你三個字 你多了一個字 以前的傳媒最怕什麼 賀蘭道夫 突出了一個字 賀蘭道夫算是賀蘭道夫 有些是 現在 Eddie就問 不是他說大摩騎士很差 是不是有什麼事 他沒有法子 因為他高 他一米八 我曾經說過長人霍 霍利安 大摩比他高 他有什麼辦法 你現在騎士越整越矮 你看馬衛昌 錢泰安 大摩高 他大半個頭 你騎在一隻馬上 你高 你吃虧 即是你本身 你接不低 先天的條件 已經一般 如果你比他弟弟來計 就是摩加利來計 你已經差了很遠 所以他早早就入了馬房 跟他老爸 即是佐治莫 他就叫做助理 練馬師 他就不是副練的助理練馬師 那就學了他老爸那一套 超級的練馬技術 這樣也叫做清出於難 即是如果你說到到後期的話 即是當年老摩那時 當然是勁 他學他爸爸那一套東西 然後再加上時代進步 即是他會隨著時代的進步 有時又不可以不服他的 即是我自己 我對大摩的印象都挺好的 因為我都挺喜歡買他的馬 因為他始終明刀明槍 他會演出不穩定的東西 交得準一點 沒錯 他退休前 不要說太遠 退休前的十年 多少隻馬王是出自他 沒錯 他連續性地拿馬王 香港有誰的練馬師 即使蔡若翰都不行 威與盾 威與盾 步步有 明月千里 全部都出自他馬王 所以他申請做到七十五歲 不批 我覺得馬會不是有一點難過 不近人情 還要嚴重一點 很興趣的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你跟著下來 你蔡學翰那些可以練到七十五 第二年就可以了 他真的有點興趣的 你對大摩是否不公道 他是 摩士兵團 或者是摩家軍 隨便怎麼說 對香港的賽馬事業是極大貢獻的 然後就簡炳池 簡炳池最終投馬紀錄 都是被大摩破了 其實練馬師 贏馬最多的紀錄 其實有兩項都是摩士的 一個是老摩 一個是大摩 自從大摩退休之後 你覺得高班的自購馬質素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因為以前他買馬有一手 他的兒子都買得好 還有他一樣 最令人覺得他厲害 你知道普遍鷹外馬 大家都會覺得來得慢些 適應得不太好 特別是自購馬 因為兩邊的天氣完全不一樣 那邊冬天這邊又熱 但是他真的很厲害 很多馬第一季就可以了 有些說到現在蔡翰也是 其實很多英國購馬都是不行的 而且他在那裡購買三水馬 即是每個人都想要購買 他前期的馬 即是未曾有最近代的 比如軍事出擊那些 那些步步有這麼好的 他前期永勝 那些都很厲害 就是經典馬王 以前有一句說話叫做敬如炮彈 寫文章 就是形容老魔的馬 你說多厲害 一隻都是敬如炮彈 不用寫其他東西 他不是 那時候是這樣的 他拉出來走一隻馬 真的令到你看那個都很舒服 彈一下彈一下 很精神 很有力 火猛力足 那樣 翻步急襪 一氣呵成 敬如炮彈 就是形容老魔的馬 所以大魔承傳了他父親的功力 即是養這麼多好馬 老魔、鹿兒、永勝、超善 待會我講鹿兒的故事給大家聽 講野遊人的時候 現在就講野遊人 講這麼多馬王 這隻馬王比我的年紀大 50年代的馬王 你還未出生 還未出生 我回去看了網民的問題 原來很多馬迷是講野遊人 其中有一位網民 他說他22歲就賭馬 他今年接近90 他知道有一隻馬王 很懷念的是野遊人 所以我刻意拿野遊人的照片出來 讓這位長者中的長者 是回憶一下 上陣24場 贏了12場 亞軍6場 貴軍1場 贏過廣東樣賽董事杯 兩屆華商會杯 勝佐治杯 遮打杯 沙酸杯 或者路程 好像什麼路程 長短階 長短階 以前就是這樣 長短階 聽就聽過 第一次見 剛才那裏寫上一張照片 他贏兩屆沙酸挑戰盃 我補充一下 空中霸王 就是香港業餘時代到現在 第一隻 閃連四屆錦標的馬 就是沙酸挑戰盃 還有一隻 我不知道網友知不知 是75年來 只有兩隻馬 是閃連四屆的 現在金槍60 那個冠軍一里賽 他贏了三場 他就有機會 但是要等到明年四月 因為整年後的事 大家不知道 現在只有兩隻馬 是閃連 同一錦標四屆 一隻就是空中霸王 另一隻不知道 網友知不知 如果知道 知道打上來 說錯都不要緊 大家互動 應該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現在賣個關子 我猜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 賣個關子 這馬很厲害 我們網友 只有兩隻 看看 查一查 或者你真的知道的話 就告訴我們 一會兒我們就揭曉 不要緊 說錯了 聊天而已 沒錯 始終這些歷史 多值得回味 你看到那時的騎士 那個檔多長 這裏就這樣說 夜遊人 現在你看他的那件是格仔衣 因為黑白照 演示不到出來 他是金黃藍色格仔 你自己用腦海想想 金黃色和藍色拍攝 多漂亮 紅帽 這隻夜遊人 旁邊的女士都挺漂亮 是不是 真的 不是假的 你不留意馬 你留意女士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旁邊的女士都挺雍容話貴 還有一張又是漂亮的 說過女士 這個更漂亮 夜遊人的馬主是李國豪先生 現在不在 夜遊人的馬主 李先生和郭子柔 是好朋友的 好朋友的 所以夜遊人 最初是郭子柔騎的 為何有一張照片是偽繞張騎的 因為你知道 每一個年代都有當紅的騎士 當時有一隻馬是很快的 快馬一班 叫做飛俠 馬主就找了郭子柔騎很多次 郭子柔騎很多次 因為他要騎的夜遊人 這樣就推不掉了 推不掉了 郭子柔騎飛俠 就給了偽繞張騎的夜遊人 是 郭子柔騎飛俠 慘了 斷了腳 跑一場斷了腳 偽繞張就很輕易贏了夜遊人 偽繞張說得很輕鬆 當時 例如各位留意那張夜遊人的照片 旁邊寫著綠花洞 一斤十三秒三 第一張的時候就是偽繞張騎的 一斤十三秒三 因為偽繞張比大摩更高 他沒有法指的腳一定長 偽繞張是騎士裏面最高的 偽繞張說 他說夜遊人背一百五十九磅 假如他背輕小十磅 他可以快一至兩秒 時間所以不能作準 他因為背一百五十九磅 六花洞拍一分十三秒三 夜遊人當時是很厲害的 現在你們看到那些馬主 譬如馬的坐衣是紫色 我假設紫色 那馬主的團體 馬主的親友 就穿紫色的衣服 或者馬主的太太穿紫色 夜遊人當年已經是這樣 六十幾年前 她是金黃和藍色格底衣 她的親友或者太太 包括國之後的太太 夜遊人出賽的時候 都是穿金黃和藍色的服裝 即是配襯一袋 那時候叫做夜遊人色彩 這隻馬很厲害 很多馬迷就為看她出賽 入馬場 因為我們現在看黑白照 我們就看不到這些顏色 你不說她也不知道 她是金黃和藍色 你老海中想想金黃配藍 你就知道她的衣服多漂亮 紅帽 你說這些照片真是多珍貴 1958年56年 她戴上紅帽 她戴上紅帽 那場馬就讓給偉要張騎 因為她要騎飛俠 結果飛俠就跑到斷了腳 偉要張騎遊人輕鬆拿了董事杯 偉要張說如果她揹小十磅 可以跑快一兩秒 所以時間不可以作罪 應該見一些朋友 現在開始回答 是不是堅橋 不是堅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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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阿濤茂橋 另外那隻馬 不是 很近 大家再去想想 香港的賽馬歷史 即是講業餘時代 戰前我講過很多紀錄 沒有了 只有兩隻馬 連贏過四場錦錄 即是蠻亂 只有兩隻 一隻空都包 對 以前廣東洋賽真是大賽 你再加上冠軍記者打杯 董事杯 你還要贏兩屆 夜遊人 早十年八年前 有一個馬迷朋友問我 他說夜遊人 夠不夠現在的第三班馬跑 我不可以這樣比較 第一 夜遊人背一百五十九 現在馬背二十多三十磅 第二 夜遊人吃的是天然一條條的草 跑的是天然草 沒有游水池 沒有行馬機 當時沒有空調 沒有空調 馬防沒有空調 是啊 那你怎樣比較 不可以比較 年代不同 是啊 即是 很簡單 有人說 童德 夠不夠金槍六十跑 怎樣比較 童德不懂得說話 如果童德懂得說話 你背到一百五十磅 做到一分三十三秒三才跟我說 哪有什麼比較 不同年代 我這個問題請教過以前吳大師 他亦認同 不同年代的馬不可以比較 是啊 其實之前我們看平哥的節目 他都說過 不能比較 因為年代不一樣 你童德 大哥 人家背一百五十磅 做一分三十三秒三 你背一百五十磅 做一分三十三秒三出來才說 你現在背一百二十六 因為童德實在太軌跡人口 所以其實之後每一代的馬王 都是些人都會拿出來說 童德跑哪個勁啊 譬如那時候翠河 之後到現在五十磅 有一個馬迷朋友問我 現在第三班馬跑我不可以這樣比較 吃的東西不同 跑的草地不同 沒有游泳池 沒有行馬機 馬房沒有空調 他們是在很艱辛的時候 在馬王的條件下 做得出呂拔稅的馬王 你怎樣跟現在這麼幸福 那時候東輝很小 你出了一輩子沒有 我看夜遊人 看過四場 你看過嗎 我看過夜遊人 因為我經常看跑馬 最初的時候我還未認識到馬 夜遊人我看過四場 是專程去看他嗎 不是專程去看他 我都不知道哪一隻叫夜遊人 後來我做紀錄的時候 我才做回夜遊人 之後就換回自己的記憶 每人都有一個年紀局限 當然 你說你都沒有看過自由彎 怎麼看 一九三幾年前 你怎麼看 這些只是可以 是做回紀錄 看一些文獻 那些 做回紀錄出來 因為我整理儲存 賽馬資料的時候 很接近1947年 所以 又很感謝我先父 他看四張報紙 那時候 那些馬經沒有照片 我就逐張報紙 他揭開一張 很歡喜 揭開一張 很歡喜 他在那時候 很少燈 照片出來 因為他沒有馬場見者 你可以說馬場字典 當然 江湖地位 絕對是一流一 所以如你所說 一流一 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不是那些 真是一流一 厲害到馬會都要問你拿資料 兩宗東西馬會都要問你拿資料 不止兩宗 的確有這樣的事 不止兩宗 是幾宗 馬會跟我查詢資料 有一宗算不算是馬會的醜聞 我們跟著看這幅圖片 我又不覺得它是醜聞 而是我覺得它是方寸大亂 當時我應該 我應該記得大概是1996年或者1995年 因為它給我一封信 還有英王愚准這四個字 必然是1997年之前 突然間我收到一個電話 你知道馬會有很多部門 其中一個部門的經理 他就問我可不可以跟他查一件事 他說他打了兩個電話給兩張當時很暢銷的報紙的馬經版 其中一張就說這些歷史他們沒有 另外一張就說 他說我介紹你問一個平馬人 東輝 他會答得到你的 他問什麼呢 就是問必逃利大將事件 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我說這麼重要的事 我說你們沒有檔案 他說有 但是打開不齊全 你知道這件事發生在1968年10月20日的尾場 當時沒有電腦 是用人手記錄或者是留報紙或者是展報 他遺失了或者是漏了或者是沒有寫到或者是沒有留報紙 他打開不齊全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經理很負責任 他看到沒有 他懂得去問 二十幾年 我從來沒有在我的專欄寫過出來 因為不是一件說自己要延遙的事 我只是幫馬會做少少的事 盡了自己少少的力量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現場角度看到 當時因為電算機發生故障 獨贏位置就派了 但是連贏位就退飛 中了馬迷 還要像你說的兩隻冷門 可能幾千元都不停 然後說沒有錢收 這場馬呢 當時我就在馬場 那我就買了大將的WINP 我就沒有買連贏位置 那我就買了5元WIN 15元PACE 那大將當時的獨贏是二十倍 那一定很冷 一場馬呢 就救回我一整天 本來上面是輸了的 那跑完這場馬 就是何國英的必圖利跑第一 洪薛康的大將跑第二 兩隻得冷門來 是 必圖利的獨贏派座是181.8 以前是有1 2 3 5 6 7 8 毛錢 後來是4 4 5 日 180多是5元一注 即是360多 沒錯 那大將是冷門來的 大將是20倍 我來的時候看看 我忘記了 好像是30多元PACE 我就買了15元PACE 就是買哪一批 他電算機 跑完這場馬之後 電算機打了出來 WIN和PACE 遲遲都沒有打到連贏 是的 那些馬迷就在等 等一下 等了20分鐘 開始鼓掃 突然間 等美國 黨史谷廣播 電算機壞了 沒有法子計算多少錢 你們去退票 剛剛 上個星期 薩爾瓦多對日本,叫人去退票,相同的事 但是薩爾瓦多那場可能是很少人買,但是馬場很多人 但現在很多,以前提供我們的新聞,又圍馬會又成大佬 他突然間公佈電算機壞了,計不到派水出來,退票 馬迷不肯,因為當時1.68年的時候,一個高級職員都是300多元的工資 兩隻冷門構成,必然過千,兩個多三個月的工資 這隻是必圖利,何國英 他那場馬是中了Q的退票,還是中了Q的退票 馬會當時解釋,由第一場開始發覺電算機有點不妥 但是他仍然受注,到這場的時候,他就很奇怪 但那時候是不是真是鬼鬼的? 他不是說,鎖了一些資料在電算機裏面,拿不出來 他當時是這樣說,那些馬迷是鼓噪 鼓噪就是,你知道,沒有可能包圍董事局的 他現在在一個過榜室的門口,圍著幾百人不肯走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到晚上九點鐘 馬會就說,你們拿票去退,不派彩 有些人聽話,買了十元,就拿去退票 有些人不肯,禮手扔掉他,說法統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人去執費 然後他為什麼會有執費的情況呢? 因為說,董事局現在正在開會中,保留彩票 就是一時一樣,剛才叫他退票,現在叫他保留彩票 那些馬迷扔掉了那張飛落垃圾桶,他就去執取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這些呢,以前在那個年代,沒有馬場記者 因為發生了這樣的事,那些港民版出動 港民版,這就是大新聞來的 那些馬迷在垃圾桶那裡抄飛 這件事呢,擾讓了六天才能解決 那怎樣解決呢? 馬會終於要派彩 這個是第一張 馬會董事局開會兩小時 就決定前日第八場派彩取消 仍然堅持不派 那當時呢,因為我沒有拿到連續六天的報紙 那我就拿了頭尾那兩張 那馬會的董事仍然堅持不派 不派彩,說電算機壞了 那些馬迷不肯 因為,你知道我剛才都說了 高級職員都是三四百元 這場馬一定過千 幾個月人工 所以馬迷就組織去找律師 就要告馬會 因為我們都看到了 看到了,亡律師樓相討 四十幾個馬迷 馬會開完一次會,又開一次會 仍然堅持不派彩 如果退回十元票,就夾錢找律師 會否退完票都不夠給律師費 他後來更滑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馬會當時的董事 1968年,是方寸大亂 算不算醜聞呢? 醜聞又未必用得醜聞 我剛才說了,我不知道 我隨口說 我當時在馬場來,真的在這裏走 你知道以前很溫暗的 會否受了外圍 自己吃了這裏 我相信不會的 我相信 真的跑出來 我相信真的電算機壞了 你知道 1968年的電算機和現在的電算機相差很遠 因為往外圍很流行 他竟然可以說 鎖了進去的電算機裏面 拿不出來的鎖匙 就是這樣 那些人無法解釋 WinPay也有 181.8 我記得我買了大賬 買了15元Pay 你常說的 是他說鎖了進去 開不回來的 我相信他也不用說謊 但我覺得他的董事 他最先是20分鐘左右 他就說搞不定 然後到晚上9點 他又公佈了一件事 翌日他又堅持說不派財 他一時一樣 你現在看他的董事局 當時的董事局 是說甲月鼎 全部他都說了 當然 有他說沒有你說 都好像官智兩個口 馬會那時候 最終呢 就擾讓了七天 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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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結果派財 結果說 這個 還說 哪裏來搭大賬 連贏委今天派財 馬會突然間發表公佈 每票派1,333.3 即是如果那時候是5元 即是2千多元 是的 三個多月的工資 所以馬迷有什麼辦法不吵呢 那些馬迷就說 喂 你叫我退票 當時 你現在派1,333 那怎麼辦 馬會就讓他填 在哪裏 在哪裏退 馬會後來就說 虧了84萬 現在他說有636票 你當時1968年的84萬 我估計 超過現在過千萬 當時1968年的84萬 84萬即是可以買一棟屋樓 一棟 1968年 我不是賣廣告 1968年未有太古城 都是十幾萬 你馬會賠84萬 你如果伸算 現在是否過千萬 馬會說不見了過千萬 為什麼呢 他叫人去退票 即是買了八個單位 他叫人去退票 有些人聽話 你說不派就不派了 他退票 退完票之後 你現在說派1,333 他當然不肯 找馬會 馬會給他填 填 填了之後派1,333 是不是群情洶湧 還是 剛才我們看過那件事 說 找律師告馬會 終於說不如不要搞了 我始終覺得他 他沒有遇過這樣的事 他不知道怎樣解決 他當時的董事局 開完一次會 一次會 一次會 又快 開完會 就公佈 開完會 就公佈 一會就說退票 一會就保留彩票 一會就不派彩 一會就再派彩 你每日都不同 一時一揚 馬會就退票 那些不肯 有些火滾的 擦爛張碑 放到垃圾桶 那些就去找 所以出現了很滑稽的事 有個朋友 Polly都說 我看法一樣 是不是衛圍打爆撞 我們陰謀論就是這樣 你知道 什麼都可以 馬迷說什麼 他就不需要負責任 美副身穿不難 我相信 董事局 就未必會做這樣的事 他真的可能壞了 但他沒有碰到這樣的事 他就不知怎樣解決 我看法就是這樣 這個馬迷就說 東暉這麼單純 我不是單純 我當時在現場 我親眼看著下面的人 我在五樓 我親眼看著的人 炒垃圾桶 是圍著 因為他圍不到董事局 你當然是高癮 收了PACE 15元買了 我沒有買年贏 你的錢就代了 一獨贏為智派 我找到一隻大帳 他也20倍 買一邊三邊 那時候5元 15元很重要 都很大的 那時候資訊不發達 每天買份報紙 看馬會怎麼公佈 那時候 香港的報紙很多 多於現在 我看五倍都不一樣 當然 不是賣廣告 工商日報 工商晚報 華僑日報 華僑晚報 南華晚報 新晚報 今夜報 新夜報 平安夜報 華人夜報 你看幾多報紙 成報 天天日報 那時候的報紙 多於現在的數量 我看三倍 不止 夜報都這麼多 日日頭條 那時候有分日夜報 每日頭條 晚報都很多 晚報都很多 等份晚報 馬會有什麼公佈 每日頭條 每日一打開 就說這件事 每日一打開 就說這件事 是 那時候的晚報 1點鐘出街 我都記得 真的嗎 因為我都 新晚報 今夜報 那時候 我都知道 他那時候很奇怪 有看過 那些大報章 譬如星島日報 華僑日報 工商日報 這些都沒有了 反而馬經版 是全篇文字的 他沒有照片 反而那些小報 《華人夜報》 《金夜報》 《平安夜報》 那些會有照片 《金夜報》 《色情報》 當然要有照片 不是有什麼看 他不是拍照 《色情報》 我說馬經那些照片 那時候小子 剛剛血氣方剛 那時候買《金夜報》 來看 你也看過《金夜報》嗎 看過 怎麼知道有照片 是啊 我還沒看過 我還沒看過 我是看新晚的 《平安夜報》 當時就是董彪 叫做主編 其實他只是寫一段稿 我當時很長遠 以讀者投稿的身份 投稿 後來編輯說 你寫得不錯 你寫上來吧 東輝你手字漂亮 手字寫出來 比電腦漂亮 這樣也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只是寫稿 你的字也算漂亮 我們都試過用筆寫稿 雖然現在是電腦 用筆寫稿 我們那些字也算是不堪日目 我用筆寫 比我打快 因為我看過你很多稿 很久之前 所以阿彪叔 他經常跟我聊天 我當時是年輕人 彪叔叫做主編 我讀者投稿 頭頭下 他們的編輯說 你寫得不錯 你交稿 那邊的稿有錢嗎 最初沒有 後來有 彪叔和我 很少講話 就講唱樂曲 因為阿彪叔 和楊麗雄 和紅姐的關係 彪叔有一段 很迷唱樂曲 我和阿彪叔 你知道彪叔 在馬場 他要趕著做現場 他直播 最多談五分鐘 我就和他講 是講樂曲 沒有講話 沒有研究話 就講唱樂曲 我和彪叔是這樣 很奇怪 那是好的 大家都是行家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有什麼好講的講話 我也是 講什麼話 講其他人 每天都對著馬 坐著馬 還講馬 悶死人 阿會還有一件事 問你是哪一件事 這件事都很崩動 在當年來講 還有一件事 剛才那件事 就是我覺得馬會 是方寸大亂 有人就說 陰謀論 我們不要去研究 他 是與不是 另外一件事 過了兩個月 就 講完 那個問我必圖利的Manager 他事後兩個禮拜 他寄回一封信給我 就說多謝我提供了一些資料給他 非常感謝 之後又到了兩個月之後 另一個部門 你現在看競賽事件 寫著有什麼犯規 就是交由什麼處理 就是 入了檔案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名稱不同 就另一個部門打電話給我 他認識 可能他問了那個人 他說 東坤先生 我想問一下 香港是否試過 有個騎士跑步一下 不見了 人失蹤 有沒有這樣的事 第二 何華人有 這件事在賽馬市裏 叫做何華失蹤事件 當時是非常轟動 騎士就叫何華 不是何華論 我也是 何華就是澳洲騎士 他當時是僅次於郭子柔 鄭蒂慈、梅杜登 大概他是四哥 排名前四 騎工相當好 即是六十年代尾 是 他這件事發生在69至70年 第八次賽馬 第三場 他騎一隻叫做黑天鵝 是 是不是黑頭跳舞 是夜總會 夜總會 這件事發生在六十年代尾錦標 獵人在1964年 由梅杜登騎一百五十九磅 贏馬 當時他的馬王呼聲很大 但他沒有跑到冠軍騎車搭配 所以他做不到馬王 這隻是好馬 獵人 這張照片的騎士就是賀華 他是前四名的騎士 其實也挺厲害的 挺厲害的 即是活在郭子柔、鄭蒂慈的時代 郭子柔、鄭蒂慈、梅杜登 就是他 有人說他的騎工比梅杜登還好 結果出現了兩派 當時的平馬人爭辯 其實就不用爭辯 我看他兩個騎法是不同的 等於 這個就是何華 有一批說摩加利騎得好 比高東尼 有一批說高東尼騎得好 比高東尼 都是很爭辯 沒有得比較 他那天 真的 我不是嘴巴沉悔 奇怪的事 那天 何華 又去到馬場報道 他騎了三隻馬 第三場 又是這麼巧 跑沙孫挑戰盃 第一班 那些馬王跑 跑 那時候叫做一里 大概現在是1,600 彈球共識 不需要計算到這麼足 那他上馬的時候 沒有了騎士 這麼搞笑 沒有了騎士 馬會害怕 馬會害怕 會不會被人飆心呢 因為那個年代 你知道 那就是報警 因為據我所知 馬會和警方是有默契的 現在馬場 是少量軍裝 是誰 整個軍裝警察 或者是便衣 不會大對警察stream 釋放出來 那場馬 結果不用跑 還是跑 換過其他騎士 換了陳旭倫 那場馬 結果跑了什麼呢 跑了 生徒達博德 大冷門 一萬六千九百多元 剛剛蓋上一次說的信心 搭好運天使那場 騙爆大冷門 騎士都不知道怎樣 突然沒有騎士 找了陳旭倫就頂盪 聽都沒有聽過 這件事你都沒有聽過 賣了報紙 當年賣了報紙 這件事是轟動整個香港社會的 不是 因為騎士失蹤 馬會就報警 叫對警察 會員彭 公眾彭 逐到手 因為他馬會怕有人飆心 不知什麼事 你知道那個年代 沒錯 但現在跑馬田太安都會失蹤 是 經常都失蹤 寸一騎十場沒有 找到他就失蹤 那些失蹤和這個真失蹤不同 真失蹤的不會輸到別人 假失蹤的會輸死人 唯有換人找陳旭倫頂盪 黑天鵝 結果輸了 何華十個小時投降 是在一間酒吧那裏找回他 警方找回他 警方最先問話 即是已經被罵了 他所有事都忘記了 即是他什麼事都忘記了 他什麼事都忘記了 他們就知道了 即是不敢說 他說忘記了 不就忘記了 警方的口供就是說 他忘記了所有事 一喝醉就離開 他喝醉就離開 忘記了所有事 當時就是華探長 渣必的年代 馬會就立刻言訊 即是言訊 你猜何華說什麼呢 是不是滑溪 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會走出馬場 他又不知道為什麼會去酒吧 他又不知道為什麼會喝醉酒 總之什麼都忘記了 馬會就叫出馬場 當然了 搞錯啊 你跑跑馬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走出馬場 不知道為什麼會去酒吧喝酒 你擺明點我 馬會當然是心知吐明 今次我和老婆說的事情 不知為什麼會去酒吧 不知為什麼這麼晚回家 他 他樣樣都不知道為什麼 馬會即時就釘他牌 即時釘他牌 不可以保騎 即時釘他牌 這樣的事件出來 全港各部賭馬與不賭馬的市民都談論 當然了 你無緣無故跑馬馬突然不見了 十小時後就在酒吧找回啤啤夫 然後再問你 他又說不記得 他跟馬會說 不記得 跟警方說 不記得 他樣樣都不記得 一句斷片 他只記得翌日乘飛機走人 是 突然間有張照片 是 嚴聲送行的 是 是 不是車牌拍的 是 你看看他多聰明 是 他不是 他不是 是 他何華走的時候 不是釣魚浪當的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的胎 跟那個皮箱是相同的 那紅白藍裡面是否是Cash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什麼都不記得 女友驗聲 秘密送行 這張布紙也算是絕運 他站起的題目 他站定定給你拍照 沒有所謂 不止偷拍 反正都走了 馬會即時釘牌 你釘牌就走了 警方就交代了 這個人說全部都不記得 將紀錄交給馬會 馬會再延遜 他又不記得 當時傳說紛紜 即是 你有你講他有他講 據比較合邏輯的一種說法 就是你知道當時的情況 未有ICAC 有大老闆 要他贏 你贏了外圍就死了 外圍就叫他輸 他兩邊茶禮都吃了 那怎麼辦呢 據說就是這樣 即是一邊贏一邊輸的 但兩邊那些都吃了 他唯有行 不怕整個皮膚這麼大 不怕整個皮膚這麼大 他贏了 這邊給錢他的外圍 喂 大佬 你有沒有搞錯 你收了我的水 是 如果他輸了 大老闆給錢你贏的 當時有一個傳說就是這樣說 那他都挺大膽 他想到這個辦法 就是避開 其實呢 我們香港是一個城市 所謂轟動傳承 是每天賭馬與不賭馬的人都在說 嘩 跑跑不見一個騎士 可以陰謀論 喝茶都聊幾個聲音 你現在就是你 你罵華力 講波打打 有一隊只有十個 那個不知去哪裏 找不到 有沒有柯南 那個他走了 即是美師踢踢 突然不見了 不見了 當時的傳說 你知道就是一百種傳說 傳說出來的 比較合羅緒的 就是有一種 就是說 阿甲要他贏 阿穴要他輸 他沒有法子底下 他唯有一走了之 其實 你想深一層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自己不能拆 你拆不定 那你換人 老闆就不敢淺下去了 不關我的事 他不賭錢 他不用輸 是吧 你只當我回水 是吧 我就覺得他好東西 就是他想到這個辦法 有一年 《細日杯》 又是巴西對法國 又是他不是有什麼事 巴西又整班人 那些家企人被人協賤 他講而已 事務失準的 你記不記得再… 但也有踢 你記不記得再早幾年出線 輸六球就出線 他就是輸六球 秘魯 總而言之 凡是涉及龐大的金錢 就有古靈精怪的 都是計的 以前特別多這些 他那時候還沒有ICAC 他那時候還沒有ICAC 是吧 手遮瘋 警方有什麼理由 問他不記得就算 喂 那你有沒有查一下 他事前接觸過什麼人 事後接觸過什麼人 他最近的生活點 沒有 完全沒有 看起來也看不少 還有 還有一張 澳洲還說香港迫害他 你有一張報紙我展出來 澳洲還撐何華 澳洲報導何華受黑勢力壓迫 還要說他受到黑勢力壓迫 所以就不得意這樣做 誰壓迫你 如果那件傳說是真的 你兩邊錢都收了 誰壓迫你 還有你剛才說的 馬會不滿意他失憶的解釋 即時釘他牌 但是馬會亦都沒有苦 沒錯 他全部都忘記了 他真是很搞笑 他說 不知為什麼會跑出馬場 又不知為什麼會去酒吧 又不知為什麼會喝醉 又不知為什麼會被你們找到 這件事是很轟動香港的 當時是69至70年 所以就是你才知道 我聽都沒有聽過 我剛才剛開始的時候 我說75年 業二時代到今天 每年選兩樣都150 即是你自己有展報 總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一直有跟 這個問我的 又是另一個部門 他說東批我想查一件事 是不是當日有一個騎斯扒扒失蹤 那你又告訴他 我說有這樣的事 的確有 是 我又問他 我說你們有沒有檢查 他說有檢查 但是裡面不齊全 因為我很理解 當時是人手寫的 我當時是寫到自己懶惰的 我 問這副紙 當時五號紙一答 一百張 五號紙 寫寫寫寫寫寫寫 咬爛了 沒錯 就慘了 那他 馬會當時是人手寫的 或者他寫漏了 或者他跌了 或者他沒有寫 不知道的 那他就問我 我就告訴他 我就覺得 貢獻一點點力量 所以二十幾年 我都沒有在我的專欄 寫過這些事出來 我都沒有看到你寫過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那他時候又寄一封信給我 多謝我提供資料給他 那我覺得他們兩個部門 我覺得馬會這兩個部門的負責人 都是很負責任 他把那些檔案推回也行 對 你現在計日子 當時他們現在 應該是二十幾年 他都退休了 那你下手那個 法國不見就下手你 他就很負責 兩個部門的Manager 都找我 我就提供資料給他 是 有朋友說 何華是否專騎 七是馬主的馬 不是 不是的 我都可以答到你 因為七好七紅不是何華騎 多年代 馬華力就說七好七紅七巧 何文發先生的馬 是後期一點 何文發是何等樣人 何文發都會知道你何華是甚麼來龍去脈 剛才說的騎師就是他的公子 何國鷹 何國鷹 必圖利 贏必圖利 181.8 我都可以答到你 是 因為我那時候 這些馬是何敬心旗 七巧七紅 七巧是朱寶明 朱寶明 所以是何敬心旗 他因為多 何文發當時他養十幾隻馬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 昂志臨釘牌那件事 之後 七好的事件 就釘了何文發 後來何文發打官司 就贏了馬會 何文發就沒事 之後馬會就定了一條新例出來 不准養那麼多馬 就是那時候開始 現在又開始准養那麼多 何文發最多的時候 是十五六隻馬 那時候是大馬主 他原彩衣很漂亮 黃衣 黑鑽石頭 很漂亮 黑袖黑帽 所以這幾隻馬 我都很有印象 因為我都輸不少 他那些都好馬 經常會爆 他兩大陣營 當時對壘 梅珍里的馬 和他的馬 他們說 託莫烤夫 就是梅珍里 梅珍里就是託莫烤夫的 這幾年都是揭 還不是揭得完 當然 他說揭了幾集 你都很難揭得完 我剛才說了 每年選兩樣都是150件 你現在 梅珍里的報紙寫每年十大新聞 我不可以十大 我選兩大 乘七五至150 如果大家朋友仍然繼續有興趣 我們就繼續請杜菲先生 留言給我們 你拍三十集 你都還未說完 是 即是長劇來的 一定是 很多 只是今晚這幾單內容 其實真的不說 大家都聽都沒有聽過 還有時間我補充 解答那個 不是 那個有解答 是翠河 1991至1994年 連贏四屆冠軍旗席大杯 不信你查一下 原來是翠河 香港只有兩隻 纖聯四屆錦標 四屆那個杯 我又補充 剛才衝亡沒有說到 老摩地洪霸香港 剛才說到翠河 他是九二年第一隻 香港去外地 美國 比賽的馬 其實在翠河十年之前 六二馬會 容永道先生 即是馬主 佐治茫 三方面都同意 六二是報名參加日本杯 馬會已經將六二的戰績 和資料傳訊到日本 一個月後 日本 看過你150多磅 你來到減二十多磅 我們的馬怎麼夠你跑 怕了六二 而且日本真的有保護主義 很大的保護主義 後來你記不記得 靚蝦王二千年贏了 第二年他不讓靚蝦王去 你借了我的馬 日本的保護主義 六二報名 日本杯 日本說 以什麼呢 以檢疫麻煩為理由 不讓六二去參加 老摩 阻著摩卡 氣得很激 他說我的馬 足夠贏你這個杯 所以揭系 一如揭系 我相信很多讀者都不知道 在翠河之前十年 陸兒已經報名跑日本杯 真的贏得到 因為陸兒那時候背了150多磅 你日本當時最重磅 背了130多磅 陸兒一減了20磅 別說人懂吹口哨 陸兒自己都懂吹口哨 背了20多磅和你跑 不吹口哨 老摩都說贏的機會很大 日本不讓他跑 日本不讓他跑 保護主義很大 大家都不知道 你記得嗎 靚蝦王 第二年不讓靚蝦王去 你說日本是保護主義 靚蝦王贏了安田 第二年再報名去 不讓靚蝦王說 怕靚蝦王帶菌去 沒有現在那麼開放 現在叫開放 沒有那麼封閉 陸兒在翠河之前十年報名 有機會我帶記錄、資料、報章 陸兒就報名日本杯 鋪上下一次預告給你 老摩生氣到傑的聲音 他說我的馬足夠 下次再說 這個陸兒不說 當然啦 麥克風也沒有電 如果下次再說 就說另外一些 很多東西都說 當然一定要 最重要是你們肯捧場 肯發問 因為我拿野遊人出來 因為我看過 原來有幾位網友 都是問野遊人的 所以我就特意拿野遊人 你們發問得多 我回去看 因為千多條 我不能夠逐條回答 沒錯 我選擇哪些多人問的 我就回答 幕後的同事都會看回留言 他說陳旭倫出號飛機 陳對 是飛機師 對 陳福仁是他的弟弟 是唐弟弟 陳福仁很健碩 手瓜都起了展 陳福仁就沒有陳旭倫 陳福仁很健碩 有些料到 很多朋友 其實對於以往 當然不是說野遊人的時候 很多資深畫迷 何文發有馬擺在老摩道 其實我是帶給大家一個回憶 大家可能年紀更大 我好像有一位長者的長者 他說他22歲左右 他見過野遊人 他今年差不多90歲 我就特意拿一張野遊人 歌都有一場 讓他回憶一下 回憶是最好的 沒錯 今晚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東輝 多謝你們 下次有機會再跟東輝 再查字典 多謝 等下東輝要查回一些 回一回氣 查回一些資料 其實很辛苦的 真的要查回一些資料 所以真的很難得 多謝你們 下次見 多謝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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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